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会许下摘星月班政治承诺 首相呼吁沙巴人投票力挺国盟 抗议有功 欧洲疫情大反弹 一个星期暴增30万宗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卫生部呼吁各造 警惕性意波风暴 美国众议员认为疫中政策已经过时 呼吁美国和台湾恢复邦交关系 新闻开始要告诉你的事 在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下 沙巴桌选如火如荼的开打 首相丹丝莫丁今早在沙巴助选时 高举国盟政府抗议有功牌 并强调不会许下摘星月班的选举承诺 而是尽力协助贫困群体度过疫情难关 以及振兴沙巴经济 我需要告诉你什么我们可以做的 人在沙巴万劳县出席竞选活动的首相强调 虽然国盟执政的时间只有七个月 不过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抗议措施 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 足以证明国盟的治国能力 他呼吁沙巴人选择和中央政府 步伐一致的州政府 确保双方紧密合作 一方面抵抗疫情 另一方面快速提振沙巴经济 说到疫情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三千万大关 超过九十四万三千人死亡 其中欧洲疫情出现反扑现象 超过一半的国家过去一两个星期 翻倍暴增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主任格鲁克 就星期四就形容 当地病毒传播率惊人 敲响防疫警钟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但那是欧洲过去一个星期 就出现三十万宗确诊病例 超越今年三月 欧洲疫情第一次高峰期 超过一半的成员国 病例在过去两个星期翻倍增长 情况严峻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主任克鲁格 星期四在丹麦哥布哈根 取行线上记者会时表明 这个数字显示 被毒传播率惊人 敲响警钟 克鲁格表明14天的隔离期是病毒潜伏和传染器的保守估计 克鲁格敲出各国不要缩短隔离期 同时呼吁各国齐心抗议 将成功打赢这场抗议战 目前欧洲部分国家没有实施14天的隔离令 如法国就将隔离期缩短到了7天 不过法国卫生部长维朗 星期四驳斥是为组织批评法国的说法 维朗指出 七天和两个星期的隔离期差别不大 不过他警告当地新冠疫情还没有停止扩散 而且15到44岁的这个年龄层的感染者人数持续增加 大家务必严正看待 另外西朗烈士波斯岛上的移民和难民经过检测之后 星期四出现135人确诊染病 目前欧洲共累计超过489万增确诊病例 22万人死亡 至于全球 确诊病例星期四突破3000万大关 累计94万3000人死亡 没错 欧洲各国疫情反扑 卫生总监丹司令诺西山提醒国人做好准备 共同应对疫情风暴 诺西山转贴欧洲疫情的报道时强调 我国确诊病例也有增加趋势 敲响警钟 而且最糟糕的时刻还没到 各界必须做好准备应对疫情 截至目前 我国累计1052宗确诊病例 全国目前有11个活跃感染群 最大的沙巴拿赌堡垒感染群 累计确诊病例474宗 至于全球疫情最严重的美国方面 疫情同样不见逃转 当中缅因州米利诺基镇 爆发的教堂婚礼感染群 确诊人数累计177人 有7宗死亡个案 施主在疫情期间违规举办婚礼 连累多人遭殃 引起当地人斥责主办方 和民宿业者太自私 也重挫缅因州的防疫努力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目前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突破661万 19万6千多人死亡 针对总统特朗普表明 美国下个月准备发放新冠疫苗 副总统彭斯透露 一旦食品和药品监管局批准疫苗 他和家人就会赶紧注射疫苗 以防换医 不过根据民调显示 78%美国人依然担心 政府急着推出疫苗 是为了争取选票 难以确保疫苗是否安全和有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土團卿要求前任財政部長林冠英解釋 西蒙政府為何將八升股雙軌火車系統計劃 重新頒布給同一家承包商 並導致所謂消失的實意 時任交通部長就挑戰土團卿 要求自己的黨主席 也就是首相解封有關工程的內閣文件 把整件事弄明白 陸兆福在文告中透露 分別由他和林冠英領導的交通部及財政部 當年一致要求內閣將工程重新招標 可是多數部長考量到對方同意削減成本 違約訴訟風險 武裝部隊基金能夠得到的利益 和確保工程準時交付 認為計畫應該重新頒給同個聯營公司 當時最大力支持這項做法的土團黨部長 現在還坐在國盟的內閣裡頭 他調侃土團卿可能不理解內閣的程序 所以挑戰對方 要求當時林木柚丁解封文件 讓人民判斷是非黑白 接著來跟進彭亨勞務無地期流連巴風波 反貪會首席專員阿詹巴基証實 反貪會官員已經從勞務縣土地局和森林局 索取一些文件 釐清案件的來龍去脈 阿詹巴基在反貪會辦公室 接受馬興社訪問時說 當局確實已經取得關於侵犯彭亨勞務州政府土地問題的文件 反貪會必須全面考量 絕對不會只是聆聽單方面的說辭 目前反貪會已經傳召18名參與發展勞務土地的農民怒取口供 針對人民信託局投資必綁馬拉機構在澳洲購買房產的弊案 阿詹巴基說已經開檔調查案件 排水系統不佳導致沙巴斗湖一些低洼地區逢雨必災 民眾過去幾十年深受水患來襲的困擾 當地居民申訴洪水頻頻來襲 一些道路長期避水淹沒破壞殆盡 他們懇請當局儘快改善排水系統 一勞永逸地解決水災問題 披上民心黨旗幟上陣的行動 民眾黨私立單榮區候選人黃永斌誓言為選民解決水患問題 私立單榮區上演八角混戰 這名代賦首土的政壇新面孔承諾 如果獲得選民的委託 他將向水利灌溉局反映選民的心聲 爭取修建更完善的排水系統 美國FBI指控俄羅斯企圖干預總統選舉 設法不讓拜登贏得大選 歡迎回來繼續來看國際焦點 就在美國國務院次親克拉奇 昨天下午抵達臺灣之際 美國眾議員蒂芬尼提出議案 要求美中和台灣會否認交關係 並終結已經過時 而且適得其反的一中政策 這項舉措預料將加劇美中的緊張關係 除了要求恢復美台眾士邦交 蒂芬尼提出的議案也要求美國政府 支持臺灣成為國際組織的議員 同時啟動和臺北的雙邊自由貿易協議談判 蒂芬尼表明 四十多年以來 來自向旅兩黨的美國總統都在重申 北京指臺灣屬於中共的虛假謊言 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而美國的議中政策早已埋在歷史規禁中 美國和盟友建立友好關係 不需要得到中共的批准 如今也是美國停止一個中國的政策 力挺臺灣是一個自由民主和獨立的國家 另一方面美方再次指控俄羅斯干預選舉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辛斯指出 俄羅斯正在干預今年的美國選舉 試圖透過外國勢力打擊和詆毀民主黨候選人拜登 操縱選舉結果 克里斯托弗雷辛斯出席 克里斯托弗雷辛斯出席 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關於國家威脅的聽眾會時表明 俄羅斯透過社交媒體 代理人 國營媒體以及網路媒體散播分裂內容 主要目的是詆毀拜登和反俄的陣營 對於克里斯托弗雷的供詞 總統特朗普隨後在推特點名對方 中國比俄羅斯威脅更大 而在上個月 美國情報部門發布了一份報告 指控俄羅斯試圖打擊拜登陣營 而中國及伊朗則希望特朗普連任總統失敗 波利維亞總統選舉倒數一個月 臨時總統阿涅斯辛斯宣布退出選舉 而期選的理由是為了避免分散選票 讓前總統莫拉萊斯所屬的 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重新掌權 阿涅斯辛斯發布視頻表明 為了民主進程 他不得不棄選 不參與下個月18日舉行的總統選舉 否則就會存在分散選票的情況 避免前總統強勢回歸 也讓他們輸了民主 根據民調 代表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參選的 路易斯·阿爾賽 目前是以超過30%的支持率 領先排名第二的前總統 卡洛斯·梅薩10個百分點 至於阿涅斯則排在第四 支持率大約7% 國安和國安 夏天 人出現了不百分 eerste 自由民主任 安全部於民族 自由民主任 炎佑 民族 民主任 自由民主任 任 中东地区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 对女性限制重重 规定繁多 就像伊朗 女性歌手至今依然无法在男性面前 公开现唱或表演 反映了性别极其不平等的现象 为了打破当地男尊女卑的禁忌 Dingo女乐团坚持为传统乐器 而奋斗 过去五年 这个乐团已经两次在男女观众面前唱歌奏乐 马上带您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陶醉地敲打着传统乐器 唱着古老的民俗歌曲 四位热爱音乐的女性 在2016年一拍即合 组成了Dingo乐团 成团之后到处表演 不过在思想保守的伊朗 这些热爱音乐的女性 却无法随心所欲 一般上女性表演者 只能在特定的节日或场合 为女性观众表演 不能抛头露面 因为当地穆斯林坚信 女人的声音会刺激男性 让他们响入飞飞 成团五年 这是Dingo乐第二次 在一场国家举办的音乐活动上 出现男女观众的情况 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 对于传统伊朗音乐的禁令 逐渐放宽 2013年 哈桑鲁哈尼上任伊朗总统后 举办音乐活动看似容易 但依然有诸多限制 即便没有明文规定 女性不能为混合观众表演 然而女歌手在男性面前唱歌 依然是紧张 对于你身边的工作人家 当他导演的手机 当他导演的行为 是一个家人会 它导演的工作人家 和没事人会券 分离觉得 但我们 是一个练习的 一种主创事 这是在这种一样的 世界上任何人有售 反正 这种事 是在这种家图 重重障碍 焦不灭 Dingo对音乐的热爱 家人的支持 让他们从没放弃 争取为混合观众表演 他们期待破茧而出 梦想有一天能站在国际舞台上 发光发热 让更多人听到 家乡的传统乐趣 大马羽球总会长杯 李子佳率领A队 以4比1击退B队 横走冠军杯 欢迎回来 来看体育消息 我国羽总会长杯羽球赛 也就是汤油杯模拟赛 昨晚落幕 由南单一哥李子佳领军的汤杯A队 以4比1总成绩捧走南团 总冠军杯 世界排名第10的李子佳 在第一单打赛 对上詹俊维 期间上演扣杀技 一度以10比7领先 不过詹俊维不甘示弱 虽然追成20平加点 但最终还是让一哥赢下第一局 李子佳在第二局则以21比18 击败占俊维 王耀新和张玉宇在对垒 谢定峰和苏伟一的第一双打赛中 则以23比21 21比13 拉大AB队的分差 第二单打方面 黄志勇则以21比19 21比11直落两局战胜梁俊豪 让A队以3比0提前锁定的胜利 但是第二双打赛 吴氏飞和诺伊阻定连胜两局 打败A队的刘航毅和吴永昌 终于给B队破弹 换个焦点 19世纪末的艺术运动百花齐放 色彩浓烈 讲究光鲜的印象派 堪称是当代代表 而同个年代 正在对立面的 就是突出生活阴暗处的象征主义 虽然一样呈现生活美感 却也刻画人生缺陷 探讨生存的意义 恰恰好符合时局 折射出目前的疫情人生 欧洲十九世纪末 两名渔妇在家 悠灾闲聊 却有三个骷髅头 从窗外探进来 这幅作品在1892年完成 不料五十年后 经历两场世界大战 这是象征主义中 省思和探讨生老病死 哀愈情愁的主题 在德国柏林旧国家画廊的最新展览中 展出了大批比利时象征主义的画作 而死亡美感贯穿全场作品 当中还穿插着幽默 蔚蓝的大海和洁白的沙滩 登加楼常年吸引不少游客 但是垃圾污染问题 却令人头痛不已 当第一名74岁的退伍军人 莫哈莫·阿利 过去15年来以拾荒者的身份 周旋在不同的海边 收拾废弃的玻璃瓶为己任 他的初衷只是担心玻璃碎片 会割伤人而随手拾起来 结果减时的玻璃瓶越来越多 最终还设立一间玻璃瓶收藏馆 这就带您去听听不同版本 老人鱼海的故事 登加楼东北部海岸 是国内外游客公认 最美丽的岛屿之一 可偏偏有不负责任的访客 习惯把塑料和玻璃垃圾随手一丢 玻璃碎片经常割伤人 为了避免类似意外发生 当第一名74岁的乌翼老翁 东姑穆姆阿里 15年前从军队容秀之后 风雨不改 每天背起一个黑色行囊 到州内不同的海边 捡玻璃瓶 东姑穆姆阿里坦诚之所以决定四处石荒是为了确保沙滩清洁 维护环境卫生 并希望更多的人看到美丽的灯州海岸 15年后的今天 他一共收集了大约9000个 从世界各地漂洋过海 造型各异的玻璃瓶 为此这名环保老兵就干脆把住家旁的一个小木屋改造成收藏馆 对外展示多年来收集到的成品 东姑穆姆阿里还透露 这让他难忘的一次 就是捡到所谓的平中信 他表明虽然自己年事已高 但只要自己一天还活着能够走动 就会继续到海边捡瓶子 还当第一个干净的海滩 全球最大湿地潘塔纳尔湿地 最近遭到野火吞噬 至少12%的林地烧成灰烬 无处可躲的野生动物掙扎求存 一只义工队决定展开拯救动物大作战 经文结束前 去看看这群勇士的善举情景 我是依林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